那但是马前总统并不是这样子做 所以对于他这样子的这个做法 到其他的国家去 去指责那一些支持我们台湾的人 那我想这个事情是让我们感到非常的遗憾 吴钊燮说重话 针对的是前总统马英九 日前在纽约大学演说提到部分 美国人士意图把台积电当武器 把台湾当战场 让台湾变成第二个乌克兰 完全没有考虑到台湾人民的安危扶持 还指出进入台湾选举的美方人士 台湾人都不欢迎 美国政府也应对此验证表态 那个美国的政治人物有一句说法 就是政治不跨过边界 到了其他国家去的时候 国内的政治就应该摆在一边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想我们台湾的这个主要的政治人物 到海外去的时候 应该是去呼吁其他的国家 给我们更多的这个支持 外交部前一天的新闻稿措辞更强硬 称演出内容明显背离事实与国内民意 刻意迎合中方立场 与此同时民进党也持续把炮火 对准国民党立委马文军 马文军你为什么拒签保密协定 你资料给谁拿了什么好处 制作书描广告质疑 马文军泄密国造浅间案 民进党立委直询时也紧抓马文军 拿到录音党后曾联络外交部 他只是说有没有韩国代表处的电话 对 然后没有说我有文件要给他们 我有录音打给他们 没有 所以你们给他是一个韩国代表处 公用的电话而已 没错 不是韩国代表的电话 不是 不是吧 不是 那个他自己找就好了 还问你们干嘛 对 就很奇怪 对此马文军坚表示 黄树光要出来面对 绿营连番上阵炮打 来因战时选择B站低调的处理 TVBS新闻董欧俊宏 华年称称秀 刘婷婷特不懂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